好來,我們來講這三題 好,這個是集合制圖裡面你必須要知道的三種題型 第一,切圓 好來,這個 這裡我就不再畫,這個太簡單了 第一個,如果這個R15 你就去找30嘛,這不是就是切圓了嗎? 這樣子不是畫上去就切圓了嗎? 啊根本不用找圓芯啊 幹嘛還找圓芯?對不對? 你有圓子比酒? 有沒有鉛筆酒啊?鉛筆 好來,這樣子就可以畫 可是老師還是用制圖法畫一次 來 我最討厭你們看 最討厭看到你們 拜託不要這樣畫啦 像老師這樣子在一個 那個題目券上面把這個要用的尺寸稍微畫一下 好,這個是加 這邊是加 R15啊,要標一下R15 這裡是R10 所以15加 15是30 好 你看老師 插的時候,我都是插這一邊 所以這邊有一個洞 就減少誤差 好,這樣子畫一下 這樣子畫一下 所以R30 畫一個圓 對不對 再來 15加 那個15加10是R25 好,這樣子 好,所以這裡R25畫圓 好,這裡就是圓芯了 對不對 你看 R15 再回來 好,我們現在要畫那個外切圓 記住一定會有誤差啦 除非你的 那個筆銷的很尖 你看,老師也有誤差 好,這個是因為誤差造成的 好,畫圖的方式就是這樣子 知道嗎 好,再來 好,來 所以這個就是減R45減R15 所以這是多少 是R30 所以這裡就是剛才那裡 直接用 不用再畫一次了喔 所以R45再減10是R35 好,來,一樣 R35 好,所以你這個要削尖一點 好,再來R 45 沒有,R35 所以這有交匯了嘛 再來R 45 好,外切 好,那個切圓的半徑 45 一個加一個減而已啦 一個加一個減而已啦 這樣子就好了 知道嗎 再來橢圓 橢圓我就跟你講說減圖是這樣子嘛 就只有四個步驟 有沒有 好,這裡稍微延伸一下 第一個步驟不是這樣子畫上去 第二個步驟是不是畫下來 第三個步驟不是這樣子而已嗎 這裡就是他的什麼 四星法的原心 四個步驟 背不起來嗎 Tony 背起來嗎 你好 你紅了 幾千人會看我這個 Tony 要不要自我介紹一下 陳真一下女友 好,來 第一個步驟 畫上來 對不對 第二個步驟 沒有 畫下去 其實如果你觀念清楚 根本這兩個步驟可以省略 為什麼 知道為什麼嗎 請問你 這裡不是五嗎 這裡不是三嗎 這裡不是二嗎 是不是 所以你就直接這裡-二就好了 你就直接這樣子畫二 根本不用 嗯?嗯? 什麼意思嗎 你就直接這邊畫二就好了 對不對 好,再來 找中垂線 好 好 好,畫上去 好,所以這裡就原心 這裡就是原心 好,再來咧 把這原心 轉過來 再來 因為它是對稱的 轉過來這邊 對不對 再來 把這原心轉過來這邊 所以四顆原心就有了 習慣把它連起來 這樣子比較好畫 好,找到這四顆原心就簡單了嘛 我們這裡 這裡原心嘛 這個一定是這一個湖嘛 湖一定是到這裡接在這裡嘛 對不對 它橢圓一定是接 接 接在它的 短軸或長軸上面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好,畫到這裡 好,反過來一樣 所以這三條線一定會一樣長 這根本不用 這裡就不用背了啊 這個不是就是 只是把虎畫上去而已嗎 有沒有 所以這裡 有沒有 接上去 對不對 好 這樣子就好了嘛 再來最後一個 好 我們現在用的是比例法 來 用插的 把那個點插出來 所以你在刺的時候要刺 不小心被我 好,我先插這五個洞就好了 好 刺出來之後 刺出來之後 當然你也可以用那個喔 兩角器喔 好 好 同學你可以發現 它這個都是這個的延伸線 這裡的延伸線 有沒有 這裡的延伸線 是不是 延伸出去 對不對 啊這個 這個這條線不是這樣子 它的平行線過來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裡只要把五角形畫出來就好了 好 五角形 記住喔 來喔 就這樣子 你就選其中一點 因為它跟你說這裡是三公分嘛 好,你就用左右其中一點 為其實點 來 把這連接出去 我用這一點喔 為其實點喔 連接出去 把這些點接起來 好 好了 這裡量三公分 好 好 兩萬三公分之後 畫這一個的平行線 這裡的平行線 有沒有 好,平行出去 交於這個延伸 的延伸線 好 有沒有 所以這裡就是 鞭長三公分的什麼 五角形 好了之後換這一個 有沒有 是不是 再來 是這一個 畫過去 好,你可以看 五角形式就畫出來了 有沒有 知道嗎 其他就是畫延伸線而已 可以嗎 OK